而这些气站大多挤在人口密集的闹市区 东外环路这家个体换气站不到20平方米的房屋 既是卧室又是厨房 同时还摆放着43个充满液化气的钢瓶 而周围就是住宅区 一旦发生灾情后果不堪设想 影视西街的这个换气站内 到处弥漫着呛人的液化气气味 这里的钢瓶有的竟是1979年的产品 至今未做检修 而按照国家的规定 每五年就应该大休一次 检查人员指出 如此混乱的济南燃气市场 已到了灾害性经营的边缘 这是山东奇鲁台报道的 下面请看两条简讯 今天下午3点30分左右 北京北三环基门桥附近 游西向东行驶车道上 发生了一起六辆汽车首尾相撞的 严重交通事故 这起事故造成三人受伤 交通一度受阻 经交通警察疏导 直至下午5点左右 交通才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 在距这一出事地点 约500米处 记者又看到了 由东向西行驶的 三辆汽车追尾相撞 几乎是在同一地点 一个下午发生了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教练访谈 在农业生产当中 种子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就拿玉米来说 玉米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 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所以说玉米种子的好坏 直接关于到我国粮食的收成 那么目前我国玉米种子质量到底如何呢 最近国家技术监督局 对全国部分省的玉米种子 进行一次抽检 其结果呢 只有很少一部分合格 另外呢 据了解近几年 记者在张艺市种子部门的门前 见到这样的情形 一个大门竟挂了五块牌子 监督机构与经营部门在一起 本应说使监督种子质量的工作 变得方便了 但是在这里 这种监督作用是否真的起到了呢 这次全国普遍抽检的 你们那叫护单一号 护单一号 这次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你们自己给自己检查结果 也是合格品 为什么拿去那一种 反而一试验 反而是